大家好 我是瑞麦机械公司的陈陈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款我们2020年最新推出的双电机的老人家产品 8206 放在我边上的就是由这款铁价做成的成品的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沙发 接下去由模特来演示一下这款成品的一个功能 首先这款产品它是由两条电机分别控制不同的一个功能 先打开割胶板 第一条电机它控制的是割胶板的打开 以及整体椅子的一个升降的一个功能 第二条电机控制的是靠背的一个躺下 举回身的一个功能 对 请躺下来 那么我们靠背躺下的这个功能呢 通过电机的不同的那个参数 可以分为150度与160度 两个不同的一个躺倒的一个角度 然后再升起来把整个椅子升起来 升起的时候 因为平时是老年人所用 所以呢我们平时那个老年人的电机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常规来讲基本上整个一个过程控制在接近30秒也就是20多秒左右 那么像常规的消费者也就是老年人在腿脚不方便的时候到达这种姿势的时候 他的双手就可以放在扶手上来帮助他进行起身 好 谢谢模特 好 接下去来看一下这个铁架在升起的这个状态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铁架的几个优点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所考虑的几个方面 首先呢 第一个他这款铁架 从那个安装面 隔脚的一个隔脚板 这部分包括靠背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 跟我们其他的一些铁架有很多零件 他是共用的 那么共用有什么好处呢 特别是在他的腿部 他的隔脚板 他可以跟我们的JLW 产品 Rock 产品 Glider 产品 其他的一些产品 他可以是共用 第二个呢 他包括 他的木架实际上是完全通用于以上的那些产品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为 你们沙发厂 他在开发更多的沙发款式的时候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也就是说同样一款沙发 你可以成为Rocker 可以成为Glider 可以成为ZLW 当然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老人椅 双电机这个产品 你只要把另外一个铁架 直接从这个沙发里面拆除 把这个铁架装进去 木架的样板 沙发的样板 什么都不用变化 就可以成为一张双电机的一个老人椅 甚至于你的包装的一个方式 你的一个装箱量 他都不会有一个变化 那么您在做销售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方便 同样一个款式 可以变成老人椅 那只要加一些差价就可以了 所以说您的客人也会选择 也会非常的方便 不需要再重新进行开发 也不需要重新再进行去打样板 去等待这么一个过程 OK 这是一个通用性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设计老人椅 我们卫卖在这一块产品的一个 首要的一个选择 就是在通用性方面 OK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 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割脚板 在以前的那个产品当中 老人椅的那个割脚板 有的时候可能会 微微松一点 那么这款产品呢 它这部分它收紧 它是收的是非常好的 它收的非常紧 根本不会有一些松的那些情况 包括它的靠背也是非常的紧 第三个特点呢 第三个特点呢 是它这款产品 市面上有些友商的这个产品 它可能在宽度的这个选择上 并没有那么多 没有特别窄的产品 它可能有这个杠三的这产品 可能有杠二的产品 但是它特别窄的没有 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做生意 是越来越难 那么特别窄的产品 有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这个产品 在你的那个货柜里面的装箱量 会更大 而我们这款产品 目前设计出来 就是杠零杠一杠二杠三杠四 总共有五种选择 这个选择给大家 会来的更多一点 ok 接下来一个优点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实际上 我把它稍微转过来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 这根是方管 这根也是方管 整个一个是一个方管的一个框 然后这边也是一根方管 再加上一个矫铁加焊 然后这部分是一个很宽的 两英寸的一个方管 这部分也是方管 这部分也是方管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二三四五六 总共有六根的方管 所以说这整体 它在侧面的一个稳定性的时候 整体这一块的稳定性的时候 它是非常好的 有些柳上的这个产品 可能它并没有设置到 这么多的一个方管 所以它的稳定性 肯定是不如我们目前的这一款 ok 再接下来讲另外一个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边的时候 以前的一些友商 它可能这部分是用了 箫子的一些结构 而我们现在是用了一个全 金属的一个冶 冶冶的模感跟罗帽的 这一个结构 我们经过测试 也会发现有些部分的这个产品 在经过几千次的这个测试之后呢 它会发出一些噪音 而我们这款是大大避免了这个状况 在这个防噪音这块的时候 会做的比其他的一些友商品牌 会做的会更好 其实也是解决了目前行业当中 老A升降这个产品 在过几千次后 产生噪音的这么一个痛点 ok 另外我还有一个 我再把它转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 有没有发现实际上 这个大部分是在这块位置 大部分是在消费者的一个 人坐的这个重心这块 而整个一个杠杆 这部分的一个结构 你会发现它整体 这台椅子的一个重心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是这个椅子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重心相比于 相比于其他一些有商的产品 我们更考虑到了一个重心的 一个安全性方面的这个部分问题 也就是人消费者 他坐在这里的时候 他的人的一个重心 他跟整个椅子的重心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它会变得更加的一个安全 另外一个 包括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重心 一个防范性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也对比过市面上 非常流行的一些双电机 老人有一些产品 我们这块后 后感的一个后脚 这部分的产品比我们的另外的 对比其他一些竞品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部分后脚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向后延伸的一个 这么一个设计 也就是它比常规的 它会再增加两英寸 向后来更加两英寸 那么什么意味着什么呢 它在全部 如果是这个产品 它在全躺的时候 它会更加的一个安全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目前再放下来 它升降雨 它不仅是一个升起来的这么一个状态 它还有一个状态 它是在全躺的一个状态 全躺的这个状态之后 那么怎么让它能够防翻呢 它会往前翻呢 它基本上不太会往前翻 那只能会往后翻 因为人上升的这个重量 可能是比那个 是主要这个重心是在上升的这个重量 如果是目前在这个靠背 躺下去这么一个过程中 人的上升可能是在这个部位了 所以说这部分防后翻 这个重要性是特别的一个重要 所以说越往后 当然是越安全 所以我们这块 比友商这块 也是增加了两英寸 变得更加的一个安全 ok 然后把它再关起来 其次在接下来 大家可以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台老人椅 在对比友商的这个产品时候 在安装组装这方面 有些客户可能会讲 有些老人椅的话 我们在运输过程中 它是怎么样的呢 很多老人椅 它实际上在运输过程中 它是电机 它是分开 那么铁架的那两块片子 它也是分开 实际上它的包装是由片子 底座 电机 各方面来组成的 特别是 如果是我们销网 我们的美国的客户 或者是欧洲的客户 他需要自己组装的时候 他会发现组装有的时候 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会需要很多的工具 然后你组装特别的复杂 那么在这块的时候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考虑 整个铁架 在目前这个侧面来讲 12345678 是用同一种组装的工具 来进行组装的 也就这侧边就是8颗螺丝 这侧边就8颗螺丝 你就可以把整个铁架 就组装好了 非常的一个方便 在设计的时候也是考虑到的这一点 好的 今天给大家那个双电机老人意的介绍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